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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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小宝 准备好了吗 喂喂喂 我这边准备好了 啊 准备好了吗 哈喽各位宝宝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乖乖家人 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里要举行 六对新人的世纪婚礼哦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个神圣的时刻吧 小宝小宝 摇一下 来泡来泡 过来往上走 好往上走 再往上再往上 往后去 好漂亮 漂亮漂亮 各位朋友们 今天阳光明媚欢声笑语 在这个日子里呢 我们迎来了六对新人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六对新郎新娘入场 好 小宝跟一下最后这对我们儿夫妻啊 好 下面呢 让我们有请新人代表 先上来为我们说两句 那个 我 我 我 别紧张 按排列来 我 我今天非常高兴 我 我 我 你不是有演讲稿吗 拿出来念吧 对对 那个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要不你听我说两句吧 好 好 好 小宝你镜头跟一下挣钱 其实我们白日梦筹办这个婚礼的初衷是呼吁大家多去关注这个社会中最容易被忽视最微不足道的群体 但是在筹办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城市中最微不足道的个体呢 凌晨她和她的爱人正在批发蔬菜的时候我还在电脑前熬夜写着策划案 在座位各位老板们呢 可能打着跨国电话在安排工作 其实说起来就是一句话 人生不容易 但是我们的感觉还是相同的 如果这辈子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一起走下去的话 我想一定会很孤单很寂寞 还好 他们是幸运的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从此快乐可以有人分享 痛苦也可以有人分担 也许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最怀念的 是她爱人为她地上的亲手编织的手套 爱人就像夜空中的星光 让我们不会在琐碎的生活中迷失方向 我曾在电影和初级里 看到过无数令人向往的爱情 但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就是我们自己的爱情 因为它真实 平凡 而且可以触碰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有情人 能像台下的六位一样 一路同行 永不分离 谢谢 好 你 你说得太好了 你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 但是我说不出来 谢谢 你媳妇看着呢 接下来让我们请六对新人上台 交换戒指 这家菜 好 谢谢 没事 我好像看到了一位熟人 也许我看错了 下面 请六对新人交换 由迪欧珠宝特别赞助的 珍爱对戒 迪欧珠宝珍爱对戒 套住一身至爱 我宣布 现场的六对新人 结为合法夫妻 下面呢 我想请本次婚礼的赞助人 琳达小姐 上台为六位新人送上祝福 大家好 我是Linda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参加这么特别的一个婚礼 我想企业做到一定时候的情况下 就要为社会做出回馈 所以说我请代表公司 还有感谢我们的犯伴 还要感谢我们的犯伴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怎么样 太疼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我的脚 打120 不行了 忍你啊 不能动了 好痛 喂 120吗 我 我真不许呈现 我 我真不许呈现下的女儿 我 吧 承总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已经把她毫发无畅地给您带过来 那不是你的人 我给你妈打过电话了 你竟然敢欺骗我 跟我说实话 最近一段时间 住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跟郑谦在一起啊 要吗 你要打我啊 我是跟郑谦住在白日梦了 可是我们是一人一间房的 还不是被你逼的 你要不是拆散我们的话 我至于这样撒谎骗你吗 我本来还犹豫不决呢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 只有这样 才能把你跟这个小子分开 什 什么决定啊 可不愿意 你缺乏由红山 神经的 怎么都没见到他 真是 他人哪 快快 近一点 小签子 快救我 快救救我 行了 别想头疼抱心 没电了 有家属跟车吗 我是她朋友 我去吧 交给你了 行 你照顾病人 这儿交给我 好吧 走吧 快点 喂 小宝儿 您那儿疏散完了吗 爸 以前我穿您的吃您的 您要逛我没办法 可是现在我已经自力更生了 您再这么独断专行 是不是不合适啊 而且我现在是酒店测评师 您怎么突然把我关起来 我还怎么工作 行行行 少说你那工作啊 那都是纯粹 吓碗闹 你啊 给我老老实在家待着 听到没有 我听不听到有区别吗 你会考虑我的心情 我的感受吗 反正我是拉我您手里了 要少要管死你遍吧 信心 这个孩子 对啊 老梁 你跟集团培训部打一招呼 给程新找一个外交 好 伯父 您也别太上火了 好歹 程新现在已经回家住了不是 也算好消息 好 刘非啊 咱们两家 算是世交 你跟心心哪 也算是前媒住嘛 我本以为 把心情托付给你 如果他接受城市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 如果他不接受城市 哪怕把城市交给你 我也是放心的 可惜了 可惜啊 伯父 您是个明白人 有一句话 叫关心则乱 说到底 程鑫和郑钱两个人的成长环境 相差太悬殊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有几对能走到底 我了解程鑫 她从小就这性格 她要认定的事情 旁人再说什么都没用 除非是她自己烦了 她现在认准挣钱 您这么逼她 不等于把她 往挣钱身边又退了一忙 我倒是觉得 不如顺其自然 心心迟早有一天会明白 她和挣钱在一起不适合 到时候 自己会回来的 你 真这么想吗 我相信 你现在的状态 需要住院治疗 什么 医生 我不能住院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可要提醒你 至少一周内 你不能随意下床走动 不下床 那我怎么生活 这不 有你男朋友照顾你呢 我怎么办呢 那我 spreads你车 你可能就itto了 你不能这么说 那我都没有 我说我 你真的患了 我都没有 你说你 我怎么会 很多人都没有 你你 都没有 你不能下床 那我走下去 凌鸣 凌鸣 对不起啊 是我害你受伤了 你这段时间 要做什么就告诉我 我帮你做 你帮我 你帮得了我吗 你知不知道公司 有多少人对我的位置 虎视眈眈 下周我就要数值报告了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怎么能住院呢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你吼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留院观察一天 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了 医院有医生跟护士了 你放心吧 行 你千万别硬撑着 来 我把程鸣给定进了 别让他跑了 否则 我唯你们失望 明白吗 是 好 我知道了 程小姐 程总她吩咐过来 从现在开始 您一步也不能离开这座别墅 你想吃什么用什么 告诉我们就行 知道了 咱们中国呢 有一句老话 精长一寸瘦长一年 无关 程小姐 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插个英语单词而已 好 还给你 还给你 皮特 你知道F1赛车吗 不知道 那你玩不玩吃鸡 鸡 鸡肉 我喜欢吃鸡肉 那你平时应该会练瑜伽健身吧 我都不练 什么都不玩 我的妈呀 你开多好多次啊 一周两天科 一天三个小时 一个月两万五 两万五 两万五 我的妈呀 我干脆转行算了 两万五够我们中国普通家庭 一家三口过好久的呢 这老外来说说话张张口 几天就赚两万五 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不欺负你 我看你普通话说不顺了 来中国应该没多久吧 你教我呀 算是教的人了 我告诉你 你想要在中国长期发展 你得了解我们国家的风土人情 知道吗 这样吧 课室费给你打个五折 你去告诉老程 上课地点呢 全部改在户外 至于上课期间的 什么吃喝玩乐的费用 我全出了 上课内容呢 我来定 好吧 就这么说了啊 你不说话就同意了 定 你要去哪里 你快玩啦 走 那边还有国家 请 行 够 够 出这个 出这个 我出去接个电话 你们先打着 等一下啊 别客气了 谢谢 给我看看你的牌 我 我把牌给你 这样不好吧 没事 他俩不知道就行 我就知道你没有小王 小王肯定给打 我给你打了 这样就能有的 行 好的 我明白 那我还需要 再多准备些什么吗 那什么时候可以试金啊 行 我等你通知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手机肯定会保持畅通 那我先挂了 拜拜 调完了 恐慌 你吓我一跳 我跟你的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上次给我拍的写真 拍得可好了 我寄给剧组 当演一看 很满意 要让我演女三号 与我示尽的 如果通货了的话 我就真的能演戏了 那俩人靠谱吗 不会是骗子吧 当然不会 那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的 绝对靠谱 东哥呗 你这一天 恐慌 你说过了你会支持我的事业的 是 我是说过 但是影视圈鱼龙混杂的 我担心你被骗啊 放心了 我心里有谱 佳佳 我答应你的事 我肯定会一件一件地做到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也保证 会让我妈接受你的 我知道 你不都说过好多次了吗 我就是担心你等得不耐烦 等得失去信心了 现在外面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我恨不得马上就跟你结婚 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知道了 受不了了吧 难受死我 后面还有更刺激呢 你这个跟谁学的 上网查的 行了 你别站着等了 去那边坐这儿休息吧 好 谢谢 谢谢 你说陈小姐该不会跳窗袍了吧 我刚才检查过了 门窗都是锁着的 那就行 别人 柠檀呢 柠檀 柠檀 还有孕着呢 走啊 今天不要吹了 别 别 没办法 对不起 陈欣 我真的很努力才了解你们的国情 但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国度 你得课我也没办法跟你上了 我受不了 别 皮特 我虽然学得慢 但是我会努力的 对不起 继续上课 快点 皮特 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陈佼姐 陈佼姐 陈总丰富了 您可以跟外交外出 但是不能独自外出 现在外交都走了 您先回去吧 算你们狠啊 皮特 皮特 你回来 我不角色你了 皮特 吃饭了 我没有胃口 谁呀 我去看看 来了来了 阿姨 这是白日梦工作室吧 你 你 你要是真想帮我 就帮我出院吧 你怎么还想着出院的事呢 要不我这两天之后什么都不干了 我留下来替你吩咐 你又不懂金融 你怎么帮我 你又不懂金融 接个电话 喂 希希 喂 郑姐 你在哪儿呢 狂老妈妈找到工作室来了 你赶紧回来吧 我马上回来 我回去出了点事 马上就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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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浩 你要不就先跟阿姨回去吧 你给我闭嘴 又不着要在这儿撞好人 阿姨 天儿太热了 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真的不要妈妈了吗 您是我妈 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现实 但是我爱佳佳 这也是您无法改变的现实 阿姨 您 您先别人气 有什么事咱们心平气和 慢慢聊 郑姐 你要真是她的好朋友 你就应该替阿姨劝劝她 你让她跟我回家 浩子 阿姨在戏头上 有什么事咱们都少说两句 我们不能分手 因为我们中奖了 什么 佳佳怀着您的孙子 你说什么 你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 口号你瞎说什么呢 我没瞎说啊 这 别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佳佳就是怀孕了 您马上就要抱孙子 我把我气死你 阿姨 妈 阿姨 你怎么了 妈 你没事吧 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阿姨 上车吧 有声电话 喂 阿姨 对我是二灵一床的朋友 不见了 冰的 你 你要干吗 我要回公司 师傅 快快扶我 扶我上来 不 不 不行 腿还没好利索呢 万一有后遗症怎么办 我会注意的 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已经尽到你的义务了 其他的你就别瞎操心了 谢谢你 不不 师傅咱们 有后遗症那就是一辈子的事 你对自己不负责 我不能不管 人家小伙子说得对啊 你挺漂亮一姑娘 将来走路一拳一拐的 算怎么回事嘛 师傅这话说到表上 师傅 那既然这样 这单我也不拉了 你直接取消吧 你不拉了 那我去投诉你 我是为了你好啊 你还要投诉我 我不用你为了我好 你快带我走 行 这样 你愿意投诉 你就投诉 好吧 反正我也是不会 为了一个评价 去做违背责任的事情 谢谢师傅 师傅 师傅 你回来 我给你加钱 我给你加钱 不行 挣钱 我真的要回公司 你放开我 真的 我真的要回公司 我真的不行 你 你放开我 你这算绑架 你能放开我吗 你母亲平时是不是一直有 心理不齐的毛病 是 但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严重过 她这次发作 主要是由于 情绪过于激动导致的 不过 你不要紧张 平时 注意你母亲的情绪 常被塑胶救心丸 她现在没有什么大碍了 观察一夜 就可以回去了 好 那谢谢你 不客气 爸 妈 好好 你从小到大 最听妈妈的话 你说你怎么一碰到姚佳人 这么个女孩 你就不是你了呢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但就像您说的 我除了家里条件好一点 也没什么太大的优点了 恰恰那么漂亮 就算她看着这一点 也没什么错呀 我在文工团工作了 这么多年了 什么样的姑娘 我没见过呀 她一往我跟前一站 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 她就是一山望着一山高 一旦有了机会 将来她就会往更高的山跑的 好好妈妈 是不想看着你将来难过痛苦 所以我才让你现在跟她断 你明不明白 妈 佳佳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们之间也是有感情的 好好好 天下没有不为子女好的父母 我跟妈妈是不会害你的 你明白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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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觉得是这个版本比较清晰 还是这个 我觉得还是用那个柱状图的吧 会更加一目了然一点 你都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快把我累死了 就她了 把地方拿了 在这 在这 你这两天怎么都没有消息啊 你这两天怎么都没有消息啊 你干嘛去了 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小白眼狼 小关注心结 怎么突然间这么渴呀 这是什么呢 你不开 帮我你开一下 看下去 说啊 你不开 变大呀 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我 不用吃饭睡觉的吗 小姐 该吃早餐了 来 来了 你们是 小宝的父母 这丫头记忆真好 是 阿姨快进快进来 上次见了一面就记着我们了 这现在的办公地点这么好呀 是啊 真是 这地方 沈阿姨 来 一路辛苦了 来 我来帮你们拿 很慢 没事 没事 还没吃早饭呢吧 我刚做了早饭你们赶快尝尝 我去给你们盛 这孩子清乖有眼的劲 来来来 来 请 叔叔阿姨 这是我刚榨的豆浆 你们尝尝 谢谢 谢谢 我们榨豆浆了 孩子太到人喜欢了 是啊 你说咱家小宝这么憨 就应该找一个这心儿好能持家 那将来这小日子过得多好 就是就是 来 你好 叔叔阿姨 我下去把小宝叫下来 然后再给你们收入一间房间 你们这一路辛苦了 一会儿上楼休息一下 不不不 你别忙 让小宝多睡会儿 你坐下来 跟阿姨聊聊天啊 可以可以坐下来 好 对了都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叔叔阿姨我叫萌西西 你们叫我西西就行 那今天多大了 家里几口人 父母身体还好吧 我今年二十二岁 家里都挺好的 二十二岁 挺好的挺好的 西西啊 你你家是哪儿的人啊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你爱吃什么 对了 还有一个小姑娘啊 平时喜欢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 你跟阿姨说 阿姨 阿姨我家是厦门的 然后平时呢 我就喜欢做做菜什么的 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化妆品 没事的时候我就敷这个面膜 然后看看剧啊 看看书啊什么的 这 这 是面膜啊 这面膜这是 我还以为是饮料呢 这种包 好漂亮啊 对 这一定很贵吧 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 而且效果也不错 阿姨您可以试一试 买 买这个 是是 早餐吃什么呀 这孩子起来了 妈 你怎么来的 你的不思进取 我受够了 你的不思进取 我受够 你妈还好吗 你就这么想当明星吗 没什么大事 明天就能出院了 不是我说你 你真不应该拿怀孕来说事 现在把你妈契机医院了 我们俩都骑虎难下 可这不是咱们说好 想办法说服我妈接受我们俩的感情 可我也没有让你去撒谎啊 你想要我们俩的婚姻 永远都建立在谎言上吗 你们为什么都要冲着我来啊 我妈现在病了 我已经够烦心的了 你又来指责我了 我要不是为了跟你结婚 我会那么说吗 恐后 你现在是在怨我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走吧 你怎么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瞧你这话说的 妈妈来看儿子 这不天经地义吗 我还跟谁打个招呼吗 我跟你爸呀 是来参加你二爷姐姐他孙子的婚礼 这不正好有时间过来看看你 我晚上就走了 不烦你啊 那你来看我 那你围着人西西串干什么 我串我的 你紧张稍微啊 是不是喜欢西西啊 你别瞎说妈 我们俩普通朋友 你就听见了我们怎么当朋友啊 对了龙亮我跟你说啊 今天咱们这个谈判 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呢我觉得是就 爸 爸 我搭你的便车 什么情况啊 爸 我想去见云飞哥也不行吗 我是一个成年人 有正常的社交需求 您怎么管着我 你就不怕我得什么抑郁症 自闭症 社交恐惧症吗 陈总 我说啊 你一直把行音 关在房间里也不是个事 应该让他出去透透气 求求你了吧 说得对 不是 我跟你一起出去也不行啊 是吧 闺女啊 今天我们要去的 谈合作的公司 跟腾达不顺路 你开你自己的车去找云飞 行不行啊 您同意呢 不过你得带上他们 没问题 全带上 手机 云飞哥那么忙 我总得先打个电话 跟他确认一下 他在不在公司是不是 确 把他手机拿下来 爸 你今天怎么那么善解人意啊 给我记住了啊 他除了可以见楚云飞 其他人一律不许见 是 走 走 你看你看 这套房子 你看这个位置好吧 好 来 叔叔阿姨吃点干活 好 谢谢 谢谢 我跟你说啊 位置重要 但是环境更重要 知道吧 叔叔阿姨 你们看什么呢 我和你阿姨两个人呢 想帮小宝在华海 帮他买个房子 叔叔阿姨 小宝没有华海的户口 想要买房 要符合很多条件 很麻烦的 希希你不知道呀 我们小宝呀 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你叔叔就想办法 把他的户口啊 已经落户到这儿了 我跟你说啊 年轻人想在华海生活呀 那就得有华海的户口 华海的房子 不过 没有也没关系呀 找一个男朋友 有户口 有房子 这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你看看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好 爸 妈 你们趁我不在 跟希希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要买房子 想让希希席 帮我们参谋参谋 来 希希你看看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对 看看看看 不看不看 走 还有 叔叔阿姨 有事 叔叔阿姨要走了 拜拜 这我们老两口用心良苦了 这鱼木疙瘩 我让行政部的人 给二位准备了点水果和饮料 你们去会客室休息一会儿 可程总吩咐过了 叫我们两个寸步不离地 跟着程小总 程总不让程欣出门 却偏偏让她来见我 这说明程总对我完全信任 二位把她交给我 不为有问题 各位看啊 我这是个公司 你们守在我当务市门口 这也不太方便 友爱工作秩序 是吧 如果出了事情 我去跟程总交代 不会牵着你们二位 好吧 那 那好吧 那陈小姐去交给你吧 放心 您可一定要得看住她呀 快去吧 给大家的房子 我来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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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自己也太多了 你夫人